您好 欢迎收看新台湾新官老道 大家轻松谈政治 来吸引次报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陈辉文 辉文哥 大家好 蓝轩你好 大家好 沈大佬你好 大家好 陈东好 陈大哥 大家午安 好 军云鹏政委员 午安 好 我们先带你来看 昨天日引发的这个争议是自由时报 昨天是以头版的大蝙蝠来报导 质疑马总统车队滥权 不过呢 现在就出现问题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是一张模拟合成的 高速公路塞车画面 还说车队不走路肩跟与民争道 但是呢 其实这在南侃路段 在当时是根本没有这个路肩的 因此今天就包括绿营立委都看不下去 包括了绿营立委李俊逸就认为 这个是动新闻效应 自由时报应该到前 就是说大家都在用模拟画面 然后用这个 这个是不足取 说实在是不足取 那这个自由 他应该要对这个 他的读者对我们的社会 应该有歉意的一个表示 我觉得自由时报该官们 这个业路走多走回遇轨 拿一张合成的模拟的照片 放在头版头条 借题发挥 不但头版全版 还三版全版 一张合成模拟的照片 可以做如此夸大的新闻报道吗 这不叫脚尾犯是什么 这个是最严重最严重的 新闻脚尾犯事件 好我们看到 蓝营立委说 这很像是一个新闻的脚尾犯事件 而律于立委也说 这个模拟画面 其实不是很恰当 就好像是动新闻的翻版 而整个争议 我们就带你来看 就是自由时报 昨天的这一张照片 当初您看到 这一张这个头版 放在头版这个照片 在内车道呢 其实是这个总统的车队 旁边呢 还做了一些效果的说明 就赶快用广播的方式 说民众赶快让开 然后在这边呢 其实这个路间 就是所谓的模拟的这个路间 在当时这条路间 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然后就在这个照片上面 是讲说路间空空不走 却与民争道 尽管这个自由时报呢 其实在这个照片的 这个左下角的部分 有著名说 这个是模拟画面 这个每边组合成的 但是呢 这个标示 很多人就认为说 其实还是已经 因为很小 而且呢 在大家买报纸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 大家没有注意到 所以说其实这个照片 登出来之后 还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件 让蓝营跟绿营的立委 其实都有一些质疑 所谓的这个造假照片呢 其实自由时报 是不是真的该道歉了 惠文哥 这个立委说是动新闻的翻版 其实有点弱 因为动新闻是会动的 刚刚主持人 你拿张照片是不会动的 这不叫动新闻啦 那模拟的动画 或者模拟的这个图片合成 在我们新闻处理上面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你这个架构的情节 必须跟这个世袭 实际是相符 要相符而才可以 不然我欧白画 我想要画什么就画什么 这当然不行啦 刚刚主持人已经解释很清楚说 其实自由时报这张照片 跟实际上总统车队 经过南侃路段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话 你说我这个是模拟的 可是你模拟是一个错的 这我就觉得自由时报应该做 我澄清跟说明 很可惜今天的自由时报 你这是昨天的 这是昨天发生的这个照片 今天的自由时报 针对这部分是 就略过不提啦 我觉得邱义委员 跟李俊委员都很奇怪 这明明是昨天的新闻啊 那这两位昨天都没上班吗 还说整个国民党都在睡觉 总统府也在睡觉 你照片可以模拟啊 你都没说 是昨天在立法院的委员会 咨询里面都已经提了 那今天他们才发出 我是觉得很奇怪 我有三点跟大家做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 总统的特勤车队 到底有没有道路优先使用权 有没有 第二个问题说 那是公务行程还是私人行程 才有优先使用权 第三个问题啊 就是今天自由时报 自己说总统到底有没有在车上 那这三个问题啊 观众朋友这都可以讨论的 第一个我是认为 总统的特勤车队是 绝对有道路优先使用权的 所以他可以违规 他可以超速 他可以逆向 那前面挡住的车子 他可以要求障碍排除 那他可以用广播的方式 那当然可以 他可以用指挥棒啊 之前我都遇过 那这个道路优先使用权 其实包括很多台北市民 会遇到的交管 包括总统副总统 我们常遇到的交管 交通管制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红灯一等 等那么久 因为总统要过 包括旅副总统现在要过 我们也得等 所以第一个我认为是确认是有 道路优先 期限的一天呢 不管他是公务行程 或是私人行程 他都有 特勤车队的优先使用权 譬如说阿扁那时候嫁媳妇啦 不嫁女儿啦 娶媳妇的时候 私人行程有没有特勤 还是特勤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总统有没有在车上 我觉得这不重要 总统有没有在车上 那是国安特勤的问题 不是道路的问题 但如果总统没在车上 总统没在车上 车队还是可以这样开 难道我简单讲就是说 总统不在车上 我们就慢慢开 那要暗闪 你们开这么慢 那总统一定没在车上 开很快的时候 总统一定在车上 我觉得讨论这个 就已经不是重点了 如果说 因为我看天资的时报 已经在讨论说 总统有没有在车上 那是不是 蓝绿对前面两点 都有共识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台湾都稍微有进步啦 但大家要来讨论第三点 我是没什么意见 我认为这三点 总统不在车上 特勤车队还是要 还是要快速通过 好蓝轩怎么看 总统不在车上的特勤 还是应该要 就是装作总统 也在车上的样子 好赶快去快速通过 现在底霸的真意是一个是 这个 他们说因为你广播扰民嘛 就让这个民众的观感不好 有这么严重的 你们不用广播用喊了吗 哎哎 你看他套钱跟下面 还是一直按喇叭 或者是想那个警笛呢 那也一样啊 那也一样啊 对 对如果你要说 因为声音扰民的话 像都扰民啦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说 其实我看这个 我觉得没有像这个 邱毅跟李俊英委员讲的 这么严重 我必须这样讲 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致欠 致欠的原因在于说呢 他并没有去了解到真正的事实 就是多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是路肩 就本来没有路肩 因为他给了 就是说那个时候总统车队 你如果说有很多选择的话 那就是说中间有一个选择是路肩 但你没有选择 你反而选择了一个排除障碍 硬次要杀出一条重围的感觉 就让大家觉得说 哦 这个怎么那么霸道啊 所以他事实上 当初是没有路肩的话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 是他在模拟部分 我不曉得他讯息错误 还是恶意的去造假 这两个当然不一样 但是呢 这部分我们无从判断起 不晓得是他的记者 报道回来是错误的 还是说他故意的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因为跟事实确实 目前确定是不服的 所以他应该道歉的是这一部分 那否则的话 就模拟来说的话 我必须讲 这个东西其实跟动新闻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就像在于说 其实在记者 不管是平面也好 电视也好 我们常会有一个所谓的现场重建 跟现场还原的那样的一个 可能试图通过动画去呈现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不在场 有个凶杀案 然后那凶杀案呢 载图进到了某一个房间去 我们会有俯瞰图 看他呢从这个里面 进到哪个地方去 然后呢 再比如说 这浴室的门口 怎么样怎么样 搏斗 然后之后就跑到这个卧室 我们会让他知道一个相对的关系图 那那个部分的话 他可能让他知道说一个相对的 车队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形 我觉得这部分的现场还原是还OK 只是说多出一条路肩这部分 我认为他跟事实不符的话 自由应该道歉 但是如果说这样来谈的话 那整个车队就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我整个事情看下来 除非那样的报道有问题 否则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很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说不管你有没有路肩 不管你这边有扩音机 而是说当时是一个大塞车的情形 那我请问你 你用扩音机也好 你用警铃也好 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也好 塞车在那个地方 民众怎么让路 你就塞在那个地方了 你再跟大家讲说 总总有天大地大的事情 但是让不了路啊 这也是因为塞车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同理性的方式 你就不需要去做这些无谓的动作 我认为这一部分的话 是总统府到目前为止 他们盗窃 我觉得有理的部分 就是事实上你是扰民的 因为他并不是不让开 而是他没有办法让开 你还做一个这样的强制的动作 那如果总统车队就卡在这个车阵当中 这样又没有违安的疑虑吗 所以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然有违安的疑虑 那所以这件事情 你应该让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 当然我们讲说总统你们在车上 他是一个机密 我同意他不应该让他知道说 到底总统在不在车上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你说总统要换车 那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你只要有总统的坐车 总统都在车上 那就没有任何油木混猪的效果了 所以我觉得总统在不在车上 跟违安本身并没有直接的相关 就跟这件事没有直接相关 那只是说对于马英九来说的话 他到底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在事后给大家 总统府啦 是不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而且坦白讲啦 我觉得也不应该总统府出来说 我觉得应该特勤中心出来说 就到底对于违安这件事情 你们的标准在什么地方 我就应该让大家去清楚知道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刚才慧文提到的 我觉得这个私人行程这部分 我是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就今天如果是党主席的身份的话 那你除非是塞在那边 真的担心被狙击 否则的话 你可不可以因为你要敢行程 你因为要敢造势 所以你答应了在某个时间点 到那个现场 所以你就必须要 让大家配合你这个一个私人的行程 我认为这部分的话 除非有安全上的顾虑 否则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要把私人 公共物给分开来 好 沈大佬怎么看 首先我必须讲 慧文讲的三点 我都同意 那为什么今天开始有人 试图把这个总统 有没有在车上 当作谈这个讨论的重点 这个是试图转移焦点 我觉得要转移这个焦点 就是他心里头觉得不好意思 他觉得他自己大概有错 那我下来我就要讲 至于时报 其实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我是搞不懂 这个时报到底是刻意要这样去做 来吸引住他的基本盘 就是说读者 如果没有看这个 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就看这种新闻 他会跑掉 还是他的报老板在这方面有偏好 我觉得这个时报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有关老共的 中国的 有关国民党的 有关蓝营的 或是有关他讨厌的个人的 只要有瑕疵 不管这个瑕疵或大或小 一定扩大 甚至不惜搬到头版头条 专栏协作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 大家都忘掉的那个孙仲瑜小姐 孙仲瑜 孙仲瑜小姐跑到大陆去了 跑到上海去了 竟然他的名记者大牌记者 还写了一个方块 说跑到中国大陆去 这个有蓝色的调调 我看不起 太过头了 不知从何谈起 我就要反问 我要问我们还在绿营里头的 这个我们的委员 前委员郑宇鹏 我说如果是这个女主角 是绿营的绯闻的主角 那他如果要避开国人的耳目 他应该到哪个地方去 去日本 去日本还是要去美国 这种文章 下来就要跟他建议 去马祖就可以 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引起 我们大家的注意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总统 还有第二个这个有画面 所以更生动了 更值得更大家 引起大家的注意 你回去查查看 自由时报过去荒唐的事情 一天讨论五地 一天就讨论不了了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懶得看 你知道吗 有时候连那个副刊 我都懶得看 副刊比我高中时代 这个壁坝还差很 真的我高中时代 我主编的壁坝 都没有那么没水准 那今天他当然我们承认 他左下角 有一个说这是合成的 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那个合成的 还有很多人也不晓得合成 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再讲一下 这个是吧 你们在做合成照片的时候 也很外行的 今天如果这个真的是 总统的车队 是这么一个感法的话 你想他的漏洞在哪里 他在总统车队的 最后一部车子 跟后面这一部车子 完全紧接 我觉得真实情况不会这样 我觉得如果正如他所讲 总统车队一路敢来 在那里发在那里发 大家闪开闪开闪开 总统来总统来 那总统车队的最后一辆 跟民间的车辆之间 一定有距离 一定有 因为他一路敢来嘛 后面的人会拼命感 我来看总统 拼在拼下去 总统的车队开闪 后面会拼命感 会吗 通常大家都会自然而然 就跟他保持一个距离 看他在里面 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你看这个有一点尝试都没有 这个是去乱找 然后有一个警车 后面这个其实也不像总统车队 然后他用一个黄的圈起来 你骗人了 所以他我倒是觉得说 他要不要道歉 其实我不在乎 今天连李俊逸 这种党性坚强的委员 都说自由时报 要表示一点歉意 我觉得这是好久以来 李委员难得一见的良心之言 如果连李委员都这么讲的话 其实自由时报 不道歉 我也不在乎 因为大家好好讨论一个下午 甚至讨论一个晚上够了 我觉得自由时报就够瘦了 我说很多人买自私部 都跟自私部里面看的都真的 都叫骗子 可以洗脑洗骨 我可以想台湾的悲哀就背在这里 当然我不是说联合报 中国时报就完全是对的 但是你两边骗看看 倒一边睁眼说瞎话 我觉得自由时报是比较厉害 我今天没有言论后面权 自由时报你要提告我 我完全接受 我们在法庭上相见 你就是做很多不要人的东西嘛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这个模拟的画面 是引发了一些讨论的空间 但是也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就是自由时报今天也有做一个 稍微的说明 这整个采访过程的一个说明 其实他们当下第一时间 他们是有问到了王玉琪 王玉琪那个时候是有说到说 在高速公路上 当时是路间比较小 所以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应变措施 这是否也是在这个 导致这个模拟画面的一个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说自由时报觉得说 哦 这边有一个路间在这边 然后把这个模拟画面呢 把它呈现出来 这当中有没有也是 可以值得讨论的空间 那这整个采访下有三个 莫名其妙的地方 第一个莫名其妙我们讲自由时报 这个你要做模拟画面不是不可以 那他挑的是一个 那个桃园跟南侃交流道的地方 那个地方一定有路间 那那问题在说 你这个塞车的画面哦 车队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就是说 像我们过去在苹果日报的时候 你常常必须要去交代 做一些模拟的一个场景和画面 比如说你车祸事故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通常来讲 你一定会把这个路的冲突 发生的位置要标示清楚 那自由在做这个地方来讲 为什么他挑了这样照片 因为他要挑一个塞车的照片 那你挑了一个是在交流道附近的 那个地方跟真实的状况一不一致 所以说你在做模拟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他一定要接近真实 这基本上你要以善意为出发点 你不要说我为了要就是要求马英九 所以你就随便挑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去把它贴上去 所以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莫名其妙就是说 国公局局长那个讲话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地方是没有路间的 高速公路一定有路间 只是那个路间宽或窄 为什么要有路间 就是预防临时事故 我们车子有临时事故才有地方可以靠边 然后像如果遇到塞车的时候 救护车之类才能走 所以我们这是 你看一些官员的发言 也是很莫名其妙 那第三个莫名其妙 是总统的特勤人员 马英九的麻烦还少嘛 他们还在拼命帮他制造麻烦 你总统车队 总统如果当时是不在车上的话 然后又在大塞车 你还一直拼命的按喇叭 所以觉得那样太高调了 你事后让人家发现 因为事实上那天马总统是搭飞机 赶到花莲那边去 那你这事后让一般老百姓 听到的时候 那一天在塞车的人 那做何感想 马英九的麻烦还少嘛 那这些特勤人员 因为总统维安行程里面 因为实行技术的 而造成马英九的困扰 还少嘛 所以特勤中心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有三个莫名其妙 当然第一个要讨论的是自由时报 你这样的处理是不适当的 第二个 那个一些官员的发言 是不够严谨的 第三个 特勤啊 在这一次这个县市长选举之后 要好好整顿 不要再给马英九总统制造麻烦 他的麻烦够多了 李登辉时代跟陈雪典时代 其实也都是按照这样的违安执行啊 那为什么人家说这一次会有过当的疑虑呢 时代不一样 跟大家对关注度不一样的话 当然会有点改变啦 有时候像以前如果说是威权时代的话 你今天这种方面就算什么 你的新闻都不能写了 对不对 大家抱怨不会多 那时候可能车子也比较少 那时代不同 你对或者说蓝绿之间的不同 那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但是我觉得要有调整 我觉得这是正本心愿来说啦 我会在这个事件本质不谈的话 我先建议说 马总统其实可以认真的考虑 把危安成绩往下降 派降就副总统行政院长 什么各级都会往下降 省了不少钱 那为什么往下降 往下降的是 如果总统旁边的人搞不清楚状况 你都会造成这种事情的话 今天是车盾 明天可能就浮选 有没有浮选也有冲突 会有一些有的没的出来 那如果你总统把危安成绩往下降的时候 你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你可以宣誓说苦民所苦 我自己也以身来作折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台湾本来就不需要这么高度的 对于元首的保护 你总统这种等级 你副总统这种等级 你卸任律舍这种等级 老实说花在上面的钱 一年不知道几亿啊 你真的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过去如果阿扁当总统 你也有人建议过 他也想过 但是不往下降 是因为国安单位说 那时候还有什么斩首啦 有一些状况 所以他当初也不把这个特权示出来 但是马总统如果你宣誓的说 我两岸关系是比较和缓的话 斩首行动看起来几率不高 那再来是 那再来说政变的可能也不高 台湾不是这种社会 你大可是做政策上的宣誓 让以后这种状况少一点发生 就像阿扁把薪水降一半之后 他就可以用这个事情来说 我没有贪污的理由吧 那如果你把维安层级往下降的时候 以后再讲这个说 我能做都做了 那其他只好抱歉啦 我觉得总统府可以在这个时候 长期跟本质上来思考一下 维安层级是不是 总统带着大家一起往下调整 这是政策性 那第二部分如果你谈 新闻跟总统府吧 那新闻这个事情来讲 看起来我觉得媒体不管是谁 你如果做正面新闻 你合成一下 大家可能还没什么意见 譬如说我婚礼我真的拍不到 那两个照片这样子 好事情宣布一下 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是负面的事情 你的求证就要高 你负面这种新闻 不管是什么命案啦 或者说今天是对总 很明显是对总统的 那你的 你如果任何的合成 或者说那个报道的内容 有一点瑕疵的话 那你就会众人所致啊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台湾的 平面媒体有一点状况是说 大家蓝绿各局所需 就刚刚省医师讲的 那绿的就看自由时报嘛 那蓝的就看中时联合嘛 所以我也不怕说我 公正性被质疑的时候 我月报率会往下降 我也不怕 所以才会有 层出不穷的我这种状况出身啦 那这一点 自由时报你当然自己考虑 如果你不怕公信力下降的话 那你就继续撑下去 但是换过头来看总统府的态度 他第一时间就说 这种东西有这种事情道歉 但是我也也是建议总统府说 你认真考虑说 里面有瑕疵的话你就告下去 不要像过去阿扁一样 对于很多报道啦 报纸啦 然后电视台也好 他都采取的是话话 然后都不在言论的尺度上面 做司法上面的一个捍卫 我觉得总统如果认为 这个部分真的是 对我来说是不实报道 对我是真实恶意的话 告下去 以后大家在写这种新闻的时候 也有所 大家也有所警惕嘛 那如果有这种案例出来的时候 我会再强调 政治人物跟领导人 不要怕去跟媒体 在司法上面有什么冲突或对立 应该让这种事情 在司法里面 在法院里面处理的时候 以后大家对言论自由的尺度 对报社的这个尺度 才会有所依据 我觉得总统府可以考虑说 告自由时报看看 可是总统府这段时间 很像是有点草木皆兵了 就是马主席在服选 那现在动不动出包 很像第一时间就是他们先讲到 是他们自己先道歉 可是现在会想到说 就是如果自由时报真的有状况 动不动出包啦 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到底有没有出包 我觉得关键在有没有出包 所以我下面这句话是要讲给马英九听的 马英九你的幕僚人员 你周边的人跟你业务 跟你有关系的人啊 你要好好整顿一下 真的每一次有状况出来的时候 你的人马应该有本事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移清 到底错不在错在不在你 是的话在很短的时间内好好的道歉 而且道歉的原因讲清楚 道歉一次就了断 如果不是你的错绝对不要道歉 但是你也不要拖到两三天以后 才晓得到底有没有错 因为你看两三天以后 报纸这个体材就冷了 当天晚上也讨论了 你两三天以后 你再分清楚说有错没有错 效果也没有了 非常短 我觉得几个小时内 你就要分清楚到底有没有错 错的道歉 没有错的话绝对不要道歉 而且应该要考虑到 如何处置他的后续问题 马英九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啦 那就看到很多感觉起来 像陈老大讲的 譬如说是小题大做啦 或者是说呢 必须要让这个马英九 迫使他们的团队出来道歉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中间有个关键 蛮重要的 我觉得跟政党轮替有关 我觉得跟在野党的风格有关 所以在野党的风格 其实过去国民党在在野党的时候 大家就说他是一个很像执政党的在野党 所以他也不会去找别人的一些问题 他也不会去抓一些部分呢 不管是你见缝插针也好 小题大做也好 然后呢 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向来是国民党不专长的 所以你看当民政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包括在野党的批评也好 媒体报道在野党的批评也好 其实都比较是侧重在一些比较 政策啦 方向啦这种东西 要不然就是很懒惰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野党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风格 那现在民进党呢 他则凸现出来民进党的在野风格 我觉得他就是 他会去抓一些问题 你可以说他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也可以 你可以说他是希望事情更好更完美也可以 但总之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反映出来 跟在野党他关心的部分 跟他的风格其实非常直接相关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点出来 就是说 但问题台湾的媒体 有没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还包括刚刚上了沈老大讲的 你的执政党有没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事情是非对错 不能因为说政党轮替完以后 在国民党他当初不骂 那条线好像就变得比较标准比较低 那因为国民党不骂 所以媒体也不去追 然后呢 执政的民党就随便 然后到了国民党执政之后呢 因为在野党批评 所以媒体也就追 所以国民党的政府就道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浮动的 就比如说完完全全 依照你在党说什么 你媒体就照灯 然后呢这个执政党就照样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连串起来 我们常常在讲说 其实台湾的政治有些时候 如果让他觉得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愤怒 觉得非常的无奈 其实跟这个共犯结构是有关的 就是政治人物 在野媒体跟执政 那每一个东西环节不一样了 这个角色互换之后 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风格 那现在民进党风格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碰到选举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媒体没有自己的 应该有的标准吗 只能够美闻毕露吗 那执政党就只能sorry sorry吗 他没有自己的一个是非 出来跟他讲说 我觉得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 什么事情应该不要怎么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边到现在为止 有点跟着在野党民进党的脚步 去起舞的感觉 所以来去点出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过去 陈水扁的时候 他也浮血的时候 做空军一号跑来跑去 那那个时候 大家就没有屁的这么凶 有啦 那都是国民党在骂 也屁 国民党那时候 但是民进党不反应 那现在都是民进党在骂 可是现在国民党就反应 所以我觉得跟谁是在野党 在执政的应对方式 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民进党现在 这个操作的方式 其实某个部分 也在为他们的选战 或者是也在为他们 他们自己的排算 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自由时报会做这个 当然是因为选举快到了 我用这张照片来回应 曾韻彭政委员 这个是自由时报 在金门拍的照片 那马总统在车上 他这个车是从台湾运过去 这个是 上面有防弹玻璃的 所以这个是国安局的车 那驾驶当然是国安局的 特勤在开 那自由时报写什么写 金门人很闷 我们金门人最爱国啊 哪有可能做那种事情啊 你去台湾运这台车来干嘛 会不会太瞧瞧鬼什么的 这就是没有常识的一个照片 这个才是标准作业程序 为什么 当然主持人我们待会 如果有机会谈到319的话 如果319 李秀莲跟陈瑞扁 坐在这个防弹玻璃后面 会不会打到吗 什么维安层级还降低 我都觉得维安做的不够了还降低 我的干嘛跟郑立萌刚好相反 这个喔 还有还不能证明说 金门人最不可能去杀蛮 因为金门最接近匪区 我的结论是在说 总统的那个 你看总统昨天去新竹扫街什么 不是有签名吗 还有什么合照什么那种 那个都太危险了 嗯 大家就说台湾说 不怎么怎么 谁跟你讲的 发生的新闻 大家说怎么319又重演啊 国安局就通通都下台这样子 我都觉得那些 我就从蒋经国 李登辉 陈瑞扁的那个 就说看到小孩子啊 抱一下啊 表示我很亲密的 总统签名合照谁敢拒绝 诶我不会立双票 好吧那我们就合照一下 我觉得那个都太太假了 那都 其实不是说完全不行 那我觉得我们的 维安工作做的不好 不然就不会发生319 嗯 所以说现在这个尽管时代改变 那维安的工作 到底成绩该降低 还是该提升 好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讨论 相关话题